大家好,我是老万 前几天看了刘德华在抖音的直播 华仔算是娱乐圈的长情术 也可以说是一种奇葩 这个奇葩是一个好词 不是扁语词 这么多年,零绯闻 而且大家一直喜欢它 这一定是有道理的 千年如一日的自律 努力 我曾经看过一个视频 就是他在演唱会后台换衣服 只要从台上一下来就一路小跑 然后换完衣服再跑上去 就是每件事情都做得兢兢业业 做得一丝不苟 我斗胆啊 拿华仔跟我比喻了一下 你说我们房车圈没有娱乐圈那么大 甚至也没有娱乐圈那么辛苦 在中国刚刚起步 而且我坚信未来 房车在中国一定是有很大的市场的 这个我在其他的视频里面也说过 我坚信这一点 那你说 我在中国房车刚刚起步的时候 非常有幸的参与到这个里面来 是不是真的应该 从华仔身上学到一些东西呢 就是别为眼前的利益 要长远来看 比如说 20年后 当我61的时候 大家会怎么去看老万 当然了 我知道很多人忘了我了 我这是不要脸的 自我想想一下 但凡还记得我的 那么那时候我还在 放车圈里 大家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评价呢 就像我们现在给刘德华的评价 不老一人 男神 各种的好词放在他身上都没问题 因为他为娱乐圈做了贡献 当然了 他也成就了自己的梦想 四大天王什么的称号 他都是 那我就在想 我这20年我要怎么做呢 现在来看 我是一个很简单的 很不起眼的拍视频的 我就40多万的粉丝 很多人都百万粉丝了 但是我在想 我40多万粉丝 这也很重要啊 那么我向粉丝传达什么呢 我能为放车圈做点什么呢 我除了每天更新视频之外 我还能干什么呢 20年之后 大家会怎么说我呢 他们认为老万在放车圈 兢兢业业的干了20年 没有功劳也没有苦劳 或者他们认为 老万忽忽悠悠的 今天忽悠这个 明天忽悠那个 今天说这个车好 明天说那个车好 结果20年之后 我啥也不是 其实现在往小了看 我是一个拍视频的 往大了看 其实我可以做一个 中国方车文化的传承者 我可以让更好的车 找到更好的 更需要它的人 我也可以让 需要方车的人 找到更好的车 我也可以 把国外的方车文化 尽量多的搬运到我们国内来 我可以辅助厂家 让他们知道 市场的需求是什么 甚至我还可以做很多 包括我现在不知道的事 但这些事可能短期来看 都没有什么利益 都赚不到钱 那么长期来看 对我们房车市场 会不会有发展的 其实你说 现在房车很多都被妖魔化了 想买的人不敢买 买了的人后悔 大家感觉房车是个怪物一样 其实房车就是一个功能用车 并且未来 它一定会在我们的家庭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的 那么我们从业者 如果大家都能拿出数十年如一日的心 为了这个市场更好的发展 而不是为了眼前的利益 那我们房车成熟的时间 是不是会长一点 房车厂家好好的坐车 不去坑消费者 为了更 把更好的产品给消费者 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力 那么 拍房车视频的 好好的宣传房车 然后买家呢 买到自己喜欢的房车 国家在出台相关的政策扶持 是不是这个事就成了 我今天有点想多了 因为看刘德华 那个抖云直播看的比较动情 真的是为他那种精进业的精神打动了 所以我就想 其实我也可能也可以做这样的人 如果把这些美好的事情比喻成 适合远方的话 那就是目前我们要面临的就是眼前的苟且 要把眼前的苟且挺过去 中国房车承担了很多的压力 中国房车人也承担了很多的压力 但这个一定是短期的 我坚信我们未来会更好 我也希望支持我的你们 一如既往的支持我 没有那么有意思 不是每条视频都能够那么夸张 但是我这颗为中国房车越来越好的心 是不变的 感谢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评论着 拜拜 关注老万一起分享房车知识